凯米颱风吹垮高楼围墙 导致一家三口车辆遭闸 造成一死一重伤母亲不幸身亡 七岁的儿子头部重创 送医救治时忽明指数只有三 花林慈悸医院紧急开乳手术 医疗团队经过三个月的努力 布农族小勇士安安终于可以康复出院 所以我们当下中医用的是那种处置 行为胎抢 所以我们也类似用针胺的针法 就是把一些气功 就是外干功的气灌注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当场刚刚一片一刚开始的时候 就看到我们在这边坐了一个小时 针灸针了快一个小时之后 结果它开始动了 然后每次都针了快一个小时 都是我们团队很努力的不断 把气灌进去了 然后再用十层疗法 再加上很多中药的 行脑开窍的药 活血化育的药 结果我们看到了 好大动了 就是IHU 我们的小赵路红的团队的努力 加上 我们附建科的一些附建 和游客的协助 让我们能够早日网属 他的就是系列管 所以一切一切 我们都就无限的感人 感觉上我们大家都出了很多力量 来帮助他们 那当然对最坎坎的事 我觉得老爸的坚持 从头到尾 看到一个是不安 经过七天的低温疗法后 安安顺利回温 能够睁开眼睛 并开始以鼻胃管进食 然而严重的脑伤 仍让医疗团队 对未来康复状况深感担忧 在医疗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小勇士安安住院治疗三个月后 医院为他举办感恩音乐会 用歌声来感谢一路上陪伴的家人 以及医疗团队 你会不会紧张 不会 对 好棒 那我们等一下就准备要开始 你哥练好了吗 练好了 那练你要加油 好 安安的同步总共历经三次重大手术 包括开乳减压 引流以及钛合金 颅骨重建 经过中细医的整合治疗后 这位布农族小勇士安安 终于顺利康复出院 当然这种伤痛到现在还是在心里面 可是看见孩子一天一天的进步 整个医疗团队 还有各界的家人朋友们全力的 一些帮忙跟支持 还有很多的关心 需要一个人这个太太的离开 可是是心里面的伤痛 可是孩子好起来就好 谢谢你们 准备好了吗 好吗 好 OK 经过医疗团队三个月的全力治疗 安安终于康复出院 在感恩音乐会上 父亲由衷感谢医疗团队和家人的支持 并表示孩子未来的路还很漫长 需要大家继续陪伴和支持 让这位布农族小勇士 能够走出属于他的未来 原始新闻楼欧华联市 采访不大 很高兴 序派